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它的每一个有差包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比较具有特色 而且产生了这个商业价值 通过这件事情我想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原本可能要用这个经济或者金钱 今天人力物力去消灭或者销毁的物品 通过我们可持续再生可以产生新的商业价值 这就是投资的这个理念 而说到这个有差包我就要说这个就医回收 因为现在大家关注可能更多的是就医回收这块内容 上海有家公司叫这个飞蚂蚁 他们这个项目创始人我也算认识了 就是现在我们单独以上海某一家这个品类的这个 这个就医回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8元每公斤 但仅仅就是0.8元每公斤这样的一个质量 在去年仅仅去年一年里的这个就医回收的总体价值 它已经达到了这个400亿每年 就这个市场的市值 会达到这么高 如果再加上这个就医回收接下来的一些产业链条呢 这个市场的就医回收这个市场股值 大概每年可以涨到这个1000亿多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 具有高市场市场价值的一个东西 代表说我们再去叠加一些几拉配 从这个市场的估值来讲 就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商品类 它属于我们现在原有的市场外的一些再生资源品类 就等于我们原有的市场之外 再叠加出一个新的大市场 好 属于叠加 叠加 再叠加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基因对于这个ESG投资的重要的这个看法 可以看一下就是在19年 胡亚永道曾经对ESG这边做过一些调点 曾经在主流的一下大概有163家的主流新媒体 有将近81%的调查者 他是会在其投每一个项目之前 会对董事会做一次 有关于这个企业的ESG的要素去调研的 他们要根据这个要素去判断他们是否有这个项目 并且现在已经有91%的这个调查对象 他们现在就是在推广 并且在确定我们在未来的投资项目里 一定要加上ESG要素 就是我一定要这个要素 我才会去投这个项目 不仅仅是这样 现在专门在投ESG的这个投资者呢 从2016年的27% 现在已经涨到了35% 而且并且现在这个对于 联合国实际上可持续发展的 积极实现受盲者 也从2016年的这个38% 生长到这个67%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这几年我们这个基金支数 大概有涨了多少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从18年到20年 我们基金的正常指数 就是这是纯ESG的这个基金 它每年的正常指数是51到24 就基本上我们是翻倍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有没有知道今年 总投这个就国内 国内总投ESG基金的这个支数 大家有没有知道是多少个 有没有知道可以取得出 有吗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今年总共达到了一加164加ESG 他们的总投资额达到多少 达到了1600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多这个资金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不定是日常生活 一时住行 刚刚我说的一 那现在我可以说说这个 不管吃穿用行 我们可以说说车辆的这个 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会比较了解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到三月份的这个车企的这个估值价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新能源车企的它的估值价格 接到今天三月份 它的估值是他们现在的20倍 但是我们同期这个传统车企 就我们原来需要有关这些传统车企 它的估值仅是0.8到4亿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除开我们现在 不管是现在的营销也好 市场大家对于认知也好 或者是大家对于新车的这个喜好程度也好 除开这些内容 一定离不开我们全球对于这个 探工和物料的推进的这个影响的 因为大家对清点能源产品的 这个政策倾斜和心理倾斜 所以说这个估值才能上党那么高 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的基金 就是一头扎进去 想要去投这个 可持续再生以及环保这个品类的这个基金 也就是ES基金 我刚刚说了很多关于就是我们 为什么现在投资者会看中这些内容 我现在可以讲一下就是 关于为什么投资者 他会看中哪些 就是除开 就是ES基金它属于一个一个一个因素范围 那除开这个因素范围 投资了 他还会看不出一些其他的因素范围 我当然会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投资人 就通过我这些年 跟我们这些投资人交流啊 之后他们给我的反馈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四点 可以就是说给在座如果有创业者 不管你是投在做ESG 这个可持续发展要还是做别的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点是这个大方向市场风格 什么叫做大方向市场风格呢 就是比如说一个东西它的天花板可能是在这个百亿或者是万亿 它的这个市场规模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投一个项目我肯定会投万亿市场规模 我们会一起投一个可能只有百亿 或者说它在一个小城市才能成活的这种照项目 这种照项目我们是不会去看的 我们只会看具有非常大的体量 比如说衣食住行它里面 它这属于全部覆盖所有的人 就整个全中国大概14亿人口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大风格 它可以达到万亿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关于现金流 现金流就是说我们具有稳定的现金流 这个现金流可能大家不太理解啊 就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赚了10块钱 然后但是呢 我明天呢就可以赚100块钱 那我在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没有抢了 甚至到接下来的一周 我都是没有收入的 我的收入是不稳定的 我的收入是 是那种调别性的 这种投资人是不会看这种项目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去我风险钱 我不知道你哪天你就停掉了 我也不知道哪天的收入高 我也不知道哪天的收入低 但投资人喜欢什么类型呢 就是我喜欢你今天的收入100块 我明天还能收入100块 我每天都收入100块 那我把资金投下去 那你就可以从每天100块 变成了每天1000块 这种稳定的限定流投资 是投资人所看重的 第三点就是封口啊 封口这个人大家很多人都在说 我不知道大家喜 有没有理解封口这个意思 我举例就是前两年的这个共产春天宝 以及这个前两年的这个共产单车 他们在那时候都有所有的投资机构 他们都会去投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封口 为什么是要说封口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是没有被开发过的 像我们现在没有人会去花大笔的资金 花大笔的经历去投一个共产单车 去投一个共产的共产春天宝 因为这个市场已经趋力饱和了 当然还会有一些小个别的投资人 看到一些细小的机会 但是不会像原来这么多投资机构 我有一百家投资机构 我可能百分之九十 九十家投资机构 我就在都都在投这个赛道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今年这个封口其实什么 今年其实就是这个 我稍微延展说一下 一个是可持续发展 还有碳中和 还有就是这个运动 大家应该有了解 就是当投资都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叫做封口 第四点就是符合国家的理念 稳健 什么叫符合国家的理念 就是它在国家的某些政策 也是有所体现的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有一些后期投资 它属于PE PE他们投资的额呢 经常是在那种 一亿元级上的项目 他们不可能像以前那种 我们VC投资的方法那样 就是我投一百个 一万一百万元的这个项目 我只花一个亿 但是我一个项目成功的话 我百分之九十九个损失 就是我九千万都损失掉 我只要这一个项目成功 那我所有的收益 全都可以拿回来 但是对于PE来说 他们后期只会投 他们单品类的一个项目 可能就投了一个亿了 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这样的钱 放在那种就高风险 高回报的收益 他们宁愿低风险 然后低收益 这是符合国家理念和稳健 这四类的这个大类 六成现在会比较看重 就是说 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也是因为 这个类创业者符合的 不仅仅是现在的投资概念 也不仅仅是他们拿到新的油 他们在国家和人文社会里 他们是就是相互相伴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现在国家他需要这个 达到这个他们和他们 包括全球也在去做这个推进 所以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创业者 他是非常符合这个国家的 这个概念理念的 而且他的供值也是十分大的 因为他的市场份额也很大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向我 投一些BPR之类的东西 所以今年这个投资机构 最热的投资方向 不是什么消费 也不是什么社交 而是这个碳中和 可持续发展 所以国际能源署 就表示今年全球 在这个全球能源投资上 大概投资了大概2万亿美元 占全球的这个GDP的2.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相当于我们一口气 呼出了整个万亿美元的市场 对吧 当然了我们除开这种投资量 也要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投资回报 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今年又截止到今年7月份 我们国内纯ESG投资的 这个投资利益回报 前参加一共是这个 一方达 南方ESG 以及华宝中国 他们的投资比的风格 达到了92.44% 90.52%和53.13% 这个投资比较会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国内 现在不仅仅基金支出在增加 基金的回报也在增加 基金的 在其他的基金媒体上 他的关注度也是增加 ESG投资所以这位国内的在做很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知识 非常大的支援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多多的去不仅去关注 也可以去做身体力气的去执行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对 未来的商业呢 将与可持续发展这些相伴 作为这个90后商业大约一员 六成将不容于力的 这个终身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执行 已经运作 让每一笔头 其实都为了未来的社会更美好的发展而努力 请大家多多关注这个 可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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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